男人脱下一只皮鞋 准确地摆放在双腿中间 随后解开裤子 小心翼翼地往鞋里撒尿 看着昂贵的定制皮鞋被弄脏 男人不禁觉得有些心疼 可下一秒 他却捡起湿漉漉的鞋 缓缓把鞋帮凑到嘴边 闭上眼睛 像喝啤酒一样 猛喝了一大口 煞时间 浓烈的气味 熏得男人只想吐 可他却强人恶心 耿着脖子 硬生生把尿咽了下去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光喝一次还不够 男人又再次举起皮鞋 深吸一口气 将半张脸都埋进鞋里 大口大口地往嘴里灌 就算被气味熏得连连干呕 他也不愿松开手 反而仰起头 加快速度 一直到鞋里的尿都被喝光 男人这才肯放下皮鞋 如释重复地叹了口气 喝饱之后 男人将脏皮鞋套回脚上 然后一屁股坐在墙边发愁 他在这个神秘的房间里 已经被困了整整两天 唯一的出口被牢牢锁住 空荡的房间里 只有一只过期老鼠 和一个同样被锁住的铁柜 要是再出不去 他迟早会被活活饿死 无奈之际 男人怀着最后一丝希望 再次掏出手机 可结果不出所料 这里仍旧没有信号 更糟的是 他不小心将手机摔落在地 脆弱的口气顿时四分五裂 等在装好时 已经开不了机 男人又急又气 举起手机做事要砸 可是一想到 这是他联系外界的唯一希望 又立刻停出动作 转头将手机轻轻扔在衣服上 不敢砸手机 男人只好快步走到铁门前 狠狠踹了一脚 光踹还不洁气 他又高高跳起 用手重重地扇里面 火火日光灯 以此表达自己的愤怒 没曾想 看着摇晃的日光灯 男人突然发现 里面似乎藏着一把钥匙 他顿时来了精神 连忙走到灯下 像风一样跳起来猛扇 很快日光灯应声而落 男人急忙冲上前 翻找出钥匙 随后 镂像被锁住的铁柜 发现钥匙 正好能打开柜子上的锁 他有些犹豫 不知道柜里藏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但一想到 自己没吃没喝 迟早会困死 男人便撞起胆子 一把拉开柜门 没曾想 柜子里居然放着两个氧气罐 和一堆干活用的工具 他傻眼了 因为这些东西 怎么看 怎么都不像是求生物品 可事宜之子 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男人从柜子里 拿出铁锤和凿子 无奈的走到铁门前 试探着往门上凿去 不出所谅 他狠狠凿了几下 后时的铁门 就掉下一丁点油漆 完全不可能凿砍 凿不开门 男人又研究起 柜子里的氧气罐 他用扳手拧开罐子 试探着打开阀门 惊喜的发现 罐离氧气竟十分充足 男人顿时来的精神 立刻抓起其他部件 开始忙活 没一会儿 竟误打误撞 成功组装出 一套完整的氧汉工序 看着枪口窜出裂叶 他高兴地笑了起来 用这东西 一定能把铁门烧开 不料 男人用氧汉烧了半天 坚实的铁门 除了表皮被熏黑之外 里面的钢铁 仍旧没有任何融化的痕迹 他气愤地摘下护目镜 抄袭铁锤冲到柜子前 对柜子又砸又吵 崩溃地发泄起来 可发泄过后 男人却失魂落魄地攀在铁门边 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按照时间计算 他已经在这儿被困了整整三天 就算是绑架 凶手也早该露面 但现在的房间里 还是静悄悄的 除了自己的呼吸和心跳 再也听不到半点动静 绝望之际 男人失落地打量起四周 不敢相信自己真要死在这里 可看着看着 他却突然发现 光滑在墙面上 有一个深不见底的行动 男人顿时看到了希望 急忙脱下衬衣 拿起铁锤凿子 开始做最后的挣扎 没曾想 这堵看似坚厚的水泥墙 质地竟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松散 不一会儿 小洞就被砸成大洞 男人心里乐开了慌 凿墙的动作也越来越快 用不了多久 他就能成功凿穿这面墙 顺着洞口逃出生天 这时房间里那只 不停散发恶臭的过期老鼠 也终于派上用场 男人拾起上面滋生的苍蝇宝宝 像吃花生米一样 全都捧在手心 随后一股脑拍进嘴里 为身体提供了宝贵的能量 吃饱后 他凿墙愈发有力 很快就凿穿水泥 露出里面的钢筋 好在这点细钢筋 根本不是问题 男人点燃养恨 没一会儿就把钢筋全部烧断 后面两天 他强忍住饥饿 累了就睡觉 醒来变凿墙 凭借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 终于成功把墙凿穿 看着墙外隐隐透过来的阳光 男人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他像打了鸡血一样 飞快抡动铁锤 迅速把洞口扩大 一个封闭的房间